我这个微纪录片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也可以有时间去呼吸一下 喝一碗汤 刚刚我喝了一碗 我之前还没喝过的 我介绍过 48元一碗的响罗汤 大家看看 我吃剩骨 骨还要不是那些 一般外面的方向的汤 因为是高温消毒 剩骨都融化了 咬到可以吞起来 不是的,要吞起来 真的OK 现在十三美去到外面 一言一言说,很棒 那些是后话 现在不出去吃饭 可以买这个汤 蒸起来很方便 好了 现在十三美去到外面 我们记得听清楚 西洋水到了 醋未到的 是来到香港 有时候可能要搞几天 如果海关要查货 可能要整个星期的 不过我的醋也不太多了 有些人我真的很不喜欢 伤到来我这儿 要买醋 没有 订了 不订就走 到时我再上去 下次又没有 那我呢 现在我顺便跟同事说 包括在我面前的十三妹 不要叫他们去买 虽然你们想跑佣 但是呢 我最喜欢的人 排队上来是没有 我最开心的 你现在怕我骗够你278元呢 我肯给你们订 就是因为不想你们排队这么凄凉的 OK 好了 不要说这么多 今天叫十三妹进来呢 首先第一件事 十三妹 你知不知道 你们通知了日本那边 我们的订货数没有 我们是逢星期五到的 不是啊 你通知就是未通知 我们逢星期三要通知日本那边 我们的订货数是要截数的 OK 一会你出去了解一下 究竟通知了对面没有 因为不然人家会吹 为什么呢 我们逢星期五 你听清楚 我说一次而已 因为大家虽然很喜欢十三妹 我觉得十三妹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旁骛 又要早上教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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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东西可以进入而出的 基性不是那么好 喏 早上我们十三妹截单 为什么呢 十三妹星期三截单 截单人就要去计算 我们订了38合号 16只鲍鱼 八丑鱼 接着就要去准备一些货 星期五就会上飞机 星期六凌晨就会来到香港的 如无意外 所以我们星期三就要截单 好了 究竟有什么截单 我们要出图 顺便问一下十三妹 我们继续按照 job training 出图 继续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竹龙卷 是的 竹龙卷多少钱 198元 理论上我们是截了单的 如果你现在想到这个星期六 应该怎么样呢 第一 继续入货 因为我是有一个buffer的 我们订多一些 或者星期六上来 其实我是讲给你听的 十三妹 星期六上来碰运气 第二次入了数 你就有机会有 如果你没有 我们会告诉你 对不起 因为我们今天订多了50盒 那我们看着那些数 因为这些人不断入货 进到第五盒 我们会通知那客人 不好意思 赔回钱 一旦选择另一样东西 一下下星期 但是呢 你不入货 你星期六上来 买不到 没所谓 但是就不要赞那些东西 那些下星期 你叫我星期六上来买 你知不知道有客人是这么说的 那些客人上来 你有没有中龙卷 没有 你又叫我星期六上来买 你猜我会怎样 我直接说 我屌你老母吗 我真的是这样的 我屌你老母 我说星期六上来碰运气 碰运气就是你有就有了不起 没有就把人就 现在还要乖我 为什么你不想定啊 你不懂那些东西 不想是我的责任 屌你老母 所以听着 是要订货 或者上来碰运气 不要紧张 大家开心就下次了 就不要炸我形 我一定屌你 即使我现在脾气好了很多都好 都一定屌你 就是老人肚子嘛 屌你老母 好像屌你老母 说屌你来买 屌你老母 你只是想到龙眼神的耳朵 好了 第二张图 这个是什么 八爪鱼 什么八爪鱼 这个就是日本的八爪鱼 这个是日本北海道的石爪 我们叫石爪这一只 这张图就不是 完全你都穿 因为这一只只有600克左右 我们一般来说 都卖700克 起码有那么大 很大一只的 很大一只的 那就卖388元 388元 两只八爪鱼 好 再去 不要说这么长 谷子是我要吃饭 好 好 这个星期卖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要摔 好 多少钱 178元 你再说多次 198元 你给了差距也挺麻烦的 248元 248元 对啊 怎么会不记得的 我真的 阿正可能会不记得 我真的不会不记得 我碰过一些东西就知道了 很奇怪 万千总 当然是248元 198元 我都说你只是给差距 我今天这星期买了 100盒 你每一盒给我30-40元 你也挺麻烦的 248元 可以做次生 可以熟悉的 这星期订阅很多 可能有些人 会不会提早做得这么厉害呢 也不是的 不过可以吃饭 以后这些镜子没有货 但这些你不放得这么厉害 除非是空云 再去 这个是什么 猫寶鲍鱼 猫寶鲍鱼来自哪里的 来自哪里 来自南非 当然错了 我昨天跟你们说完的 你们是顾着 无心装载 这些不重要的东西 你们在这装载 最重要的东西 你们不装载 我其实一次过都说完的 OK 稍后我再说 现在多少钱 238元 是 如果呢 有没有特价 如果你买一次的话 就在198元 为什麽你不拿起子 麦就不用污腰 我们有三种鲍鱼 13妹 是呀 最大的那只叫什么鲍鱼 最大的那只叫做 真是大事 真的 三头 继续 三头 我第二次说 我不说第三次 最大的那只 很大压力 对吧 喂 很多东西做 大佬 喂 不算 这样也不算很多东西做 但是你真是说过的 我有很认真记忆 我没有拿一本補进来 不用補的 你不记得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最大的那只 是三头 南非 唐心吉品鲍鱼 最大的那只 唐心 吉品来自南非 卖2288元 我们不多的 只剩下十几只 我们不打算吃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这只鲍鱼 是一定 听清楚 我们不是说笑 是过慢的 所以我其实是没怎样说的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买了它 我们就慢慢吃 一定是过慢 甚至乎两三万都未必吃到 我是说真的 好了 我们买得最多的 就是十六头 你看到那只 吊在那只 十六头都是南非的 都是吉品的唐心鲍鱼 吉品是那个品种 唐心是那个食物里的那个感觉 我们叫唐心 咬下去 淋甜的 OK 那个是三百九十九元 这一只呢 是大连的干包 22至25头 好不好吃 好吃的 因为这个汁好 还有是干包 值得吃的 但是它没有唐心的 但是好不好吃呢 阿正吃过了 好吃的 好吃的 但是始终 问心一句 一分钱一分货 你没有办法 但是以这个价钱是超划的 以这个价钱就没得谈了 因为一只这样的鲍鱼 你出去吃 都起码要四五个水 坐底 一只 现在两只 是238元 如果买任何一个刺呢 多少钱 198元 对 OK 那这一只在哪里 我再问一遍 大连的 再去吧 大连的 其实客人未必会问你这么多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产品 所以为什麽138元说很饱 因为我每一天都给他们吃我们这些东西 用一下我们这些东西 他要用过吃过 你才知道 OK 好了 这个是什麽 夹吞翅 夹吞翅我们今晚就会到 其实为什麽今晚到 又是运输有问题 可能是12点1点 这个夹吞翅 另外一个名字是什麽 又不记得 非甲传书 不是 先学神针 怎麽会非甲传书啊 好了 这一只 是怎麽弄的 是否蒸的 用整个放在滚水里面 不是 我们这些加热产品 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蒸 甲水蒸 第二样东西就是整包放在滚水里煮 然后打开 好像花架那样 这个不是 这个是解冻 解冻 然后连汤 连甲 连翅 扔下去 不用袋子了 直接用火滚 滚之后就慢火 10分钟 要令到裡面的翅 都热了 我们播出甲吞翅的片子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有片子 看到别人吗 吃翅翅的时候 是怎麽样吃呢 倒些汤进去 割开它 你看里面的翅翅多了 这个是青片翅 还有火腿 接着 汤会回到翅翅才吃 OK 翅翅就带了 烏糕汤 还有鸡翅 还有鸡鸡 鸡鸡的清香 这些手工菜 卖多少钱 13位 598元一只 还是599元 我记得好像是599元 好 再去 598元 再去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明天晚上会吃的九大鬼 提提提大家 在1月29日或之前一定要上来拿 好的 迈述这些人 近年就不让他们留了 他们拿现货了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位置放 明天我們吃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真是人間難得美味 我真的夠膽說 除了去年和我買過的朋友之外 今年訂的你不要計算 我真的不覺得你們有多少人吃過這樣的九大鬼 你不要跟我說幾有真羞百味 不要說那些 你們大家有多少料香港人我心中有數 就算吃到這麼名貴的東西 它也不算很貴 你吃不到那個醬汁 再去 這個多少錢 這個1998 好再去 這個呢 這個就是花膠 這個你沒吃過 這個沒吃過 為什麼呢 我老婆和我們經常說 因為我都很少貨 不用焗了 無緣無故開一盒給你們吃幾塊水 這個十六頭的黃花膠 連著包汁的 這個有怎樣做呢 這個就連個袋 然後放在滾水裡面 連個袋 不要袋 對 當然是冷 連個袋 連個袋 袋就是另一個東西 連個袋 放在滾水裡 滾5、6分鐘 剪開 就像日清美美補 這樣 你吃過日清美美補嗎 似乎沒有 所以我就不知道 好了 還有沒有 這個是278元 錯 298 我早就不說 這個呢 認不出來 這個是紅蕭翅 沒錯 一拍照 當然拍得漂亮 好多 這個是紅蕭翅 每一人份 大約一碗半 那你知不知道 賣多少錢 288元 對了 OK 有兩兩多的24寸牙間 這個呢 這個你沒吃過 這個就是我們小的 你不要看那個鍋子很大 其實很小 這個就是我們一份的佛跳場 紅蕭佛跳場 不過這個似乎是金湯佛跳場 這個是紅蕭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既有光瑤柱 又乾包 又刺 又海參 又竹生 又花膠 有多多東西吃 當然 你買回去的時候 發覺 給你哥好像沒那麼漂亮 那你拍照當然是有點不同 有一點 OK 好了 十三位 二百三十八 不是 你不用記住這麼辛苦 一樣是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八 紅蕭佛、金湯匙和佛跳場 都是二百八十八 OK 好回來 還有沒有 沒有了 好了 這個on drop training 還在鏡頭面前 他有點緊張 回答不了 但其實就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上來 如果買東西的時候 他不知道價錢 他就看一看就知道 反而沒有壓力的 其實就不是那麼嚴重 OK 但是也是努力的 好 金合歡洗流水回來了 金合歡洗流水很多人上來問 今天 十三妹你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金合歡洗流水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百九十塊 對 一百九十塊 金合歡洗流水呢 真的是坐飛機來的 其實你不用聽我說 因為我太太又不出鏡 但我太太會在課場裡 跟十三妹和客人說的時候 你也聽到 其實是很有... 你有沒有用啊 金合歡 其實金合歡真的很神奇 你用多些金合歡 你試試塗在賓州裡 舊毛也刷出來 說真的說笑 一樣 真的很神奇 因為他不甩 他不甩就多 不過金合歡 幸好 我頭髮不多了 我這麼小一口 很少的 但已經夠小了 是啊 夠小了 好了 醋仍然等到我們的通知 好了 十三妹 剛才你昨天吃過兩個 吃過黑刺 今天吃過貓山王 昨天就是黑刺 那個榴槤 哦 你不知道自己吃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黑刺 黑刺 黑刺就是白鋪 黑刺就是榴槤的一個品種 其實馬來西亞最高級的就是黑刺 但是大部分香港人喜歡吃貓山王 多一點 因為甜 但是 你覺得昨天吃的黑刺好吃 還是今天吃的貓山王好吃 我老婆都這麼說 全部都這麼說 所以黑刺是最貴的 黑刺的味道是 你也吃了 OK 榴槤的極品 之後的極品 外面 我還沒上課 大家不用上課 那些人已經入數了 外面就全部 老超好像買四塊五百元 我不知道 如果我買 假如我買的話 一定不超過四百 但是我要確保那些貨 先到手 我一直都是益街坊 不太好說話 有波奴獎 波奴獎有嗎 波奴獎是有 OK 什麼都有貨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們可以WhatsApp13妹 電話幾號 13妹 84811079 OK 其實 不是差一次而記 其實在這個訓練下 13妹 其實他們太深散了 因為太多其他事情要做 所謂深散未必一定是 不關工作事 譬如要回答客人的問題 於是沒有去看課場 但這些其實就是 還有行業 這些就是用時間來換的 因為總有一天 譬如那一年 那些客戶沒有那麼多問題的時候 就熟了 就可以看課場 這些東西要賣 但是好像阿正一樣都不熟 你一定是來人家買 給錢收錢 你收一次錢就可以了 好多神奇 急也急不來 不過我就給他們一點點壓力 希望他們進步快一點 好了 13妹 你今天吃了幾樣東西 吃過我們用的產品 包括我們那個Mask 你上次推介完 很多人買 其實 你覺得我們的產品 幾天了 有沒有什麼東西令你失望過 吃的用的 暫時都沒有 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 果酸噴噴 是 因為我教書 是要戴著口罩 一直說話 三個小時 大家聽我的聲音 已經有點沙 是 但是我用完那個噴噴之後 你覺得很神奇 因為其實你講三個小時 口罩上面是有味的 口水是有細菌的 還有那些菌被迫著 可能會令到你的喉嚨發炎 還有會令到你的聲音 的聲線沒有那麼響亮 你說完 上完課之後 你就噴在你的喉嚨上 你整個喉嚨的感覺是舒服很多 還有你的口罩的味 說話說三個小時的口罩都沒有什麼味 這個 那你有沒有噴口罩 都有的 少少了 又不可以噴口罩 其實 我們最初的大賣 那個噴噴 就是最初夠前年 疫情起不夠口罩的時候 有時候不夠口罩 人們不能夠隨手扔 其實你的口罩一噴完 白到翌日 是一點味都沒有 是 因為你說得對 口罩裡面有口水 口水裡面是有細菌 釘了細菌就臭了 但是你因為有那個噴噴 它就沒有味 這支噴噴 十三位說得對 就是我們傳店 我認為 性價比最高的東西 是神奇的 你不想有感冒 你不想中肺炎 其實你噴一下就行了 是不是它最高 我經常覺得是花膠 花膠也是 花膠也是 但是花膠你用來吃而已 你想想 我噴完之後我不病 我一來省幾百元看醫生 看兩次醫生就成千元 噴噴很神奇 你想想 你出去玩你可以不帶肚子 我說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愛子病不用怕 什麼的霉毒 什麼都不用怕 雖然十三位尷尬 但我是說真的 你只是用道理去想 你消毒殺鬼 我去想 沒錯 我就試給你看 還有 我要警告公司的男同事 我們近日的女同事 不斷在不同的地方都發現了 避孕肚這件事 照樣不會是你的 不會 那為什麼會有避孕肚出現呢 周圍都有 我告訴你 十五屋 十三屋 十五屋 十三屋 你們又有避孕肚的 你們不是以為那個是香口膠嗎 大佬 都怪我過世紀 不知道為什麼要避孕 好了 大家可以 我們會疼惜十三屋 你放心 不過真的要給點壓力 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WhatsApp 十三屋 有時候他們會第二天早上再回答 不如你們現在回答問題都回答得很晚的 9點、10點都回答的 但是你說你兩點WhatsApp過來的那些 是的 翌日早上再回答 翌日早上再回答 對 耐心一點點 好